摩托車要代轉卻差點被後方轎車撞上 哪裡有代轉線 其實根本沒找到 南逃這個路口 今年4月才把機車代轉區 劃分到內線車道 引發民眾不滿 事隔兩個月 代轉區又換位子了 代轉區竟然劃在人形島上 阿伯說要代轉還得騎上斜坡 未免太麻煩 停車格劃在人形島上 實在罕見 加上又有高低落差真的不方便 就連一旁的民宅住戶也忍不住抱怨 代轉區一改再改 一共換了三個地方 如今選在人形島上 公務段將協調公所產平磚塊 旁代轉區找個落腳處 解這位小黃山富彭馨 南逃報導 你買物化器會送你水神 那麼家裡面8坪以上的 5到6坪的 或是小坪數都有不同的選擇 它的物化時間大概從4個小時到8個小時不等 怎麼買 快點購 QR code 掃一下 記得幫我輸入 CTI 285 這是我們辣碗報的團隊代碼